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少年朋友应该明白 那就是君子要远离危险的地方 当然这不是说君子贪生怕死 而是说君子绝不应该去做愚蠢的牺牲品 要知道理智的去规避风险 所以古人才会又说 良勤择目而欺 良臣择主而逝 也就是说呢 有大智慧的人 都会理智清醒地去选择把握自己的未来 下面就让淳子姐姐带着你去听听 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她是怎么做的吧 上年朋友 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然而实际上她却不仅仅单纯是一个物理学家 她对时事政治的认识和判断也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 她曾经说过 国家为人而建立 而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 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后来被尖刻在德国的公共场合 用以警示人们对于国家权利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在爱因斯坦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1932年年底 爱因斯坦离开柏林去美国讲学 临出发前她对妻子说 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别墅吧 你再也看不到它了 妻子以为她在说笑话 爱因斯坦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之后就和妻子默默地离开了家园 原来啊 早在数年前 爱因斯坦就敏锐地洞察到时局的变化 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果然1933年1月30日 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一个多月后 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 德国进入了纳粹时代 当时驻美德国总领事馆 要求爱因斯坦即刻返回德国 爱因斯坦理智地拒绝了 并于1933年3月10日 接受了纽约世界电讯报的采访 公开发表声明说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 我就只想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 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 公民自由宽容 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 而公民自由意味着 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 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 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 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 可是这些条件 目前在德国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 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 正在那里承受着迫害 他们中有许多都是一流的艺术家 在爱因斯坦公开发表声明的同时 德国境内的纳粹声浪也日益高涨 到了同年五月 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戈培尔 开始公开焚烧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 德国境内的绝大多数德国学者 教授为了自我保全 只得在纳粹的隐微下 随波逐流屈从希特勒 不久之后 爱因斯坦成为德国报章公开攻击的对象 柏林针对爱因斯坦的缺席审判 也拉开了序幕 在戈培尔指使出版的 《希特勒制度敌人》这本画册的第一页 就刊登着爱因斯坦的照片 旁边的附著中 不断隶属了爱因斯坦的罪行 末尾还有这样一句话 尚未绞死 可想而知 品行高级的爱因斯坦 倘若还留在德国 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好友 数学家 格奥尔基皮克 就仅仅只是犹太人身份 就惨死在纳粹集中营 何况对纳粹深恶痛绝的爱因斯坦 所以啊 爱因斯坦在洞察到 德国即将陷入纳粹统治时 毅然决然抛家舍业 离开了德国 让自己平安脱离了险境 也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是君子不利于危墙之下 然而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 能像爱因斯坦这般 为了信念与自由 勇于抛家舍业的却并不多 1948年 国民政府曾评选出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院士 总共有81位 1949年后到台湾的却只有9位 去美国的也只有13位 而抱着侥幸心理留在大陆的 却有59人之多 占院士总数的74% 结果这些当年留下来的院士 在文革中几乎都成了反动权威和右派 不但失去了尊严 还备受游街批斗 劳改的摧残 由此可见 站在威强之下是多么的凶险 那么有的少年朋友可能要问了 我就出生在中国 从小就在中国这个环境长大 可说是本就生活在中共的威强之下 我该如何自救 难道也只有背井离乡离开中国吗 可这也不现实啊 毕竟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都跑去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也装不下呀 亲爱的少年朋友 请你不要着急 其实啊 自救的方法早已在世上流传 就等着你去找寻去得到 你听下面这位叔叔不就得到了吗 我幸运地逃离了天津大爆炸 我叫萧桐 家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由于我听信了电视报刊 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 一直对法轮功抱着很大的偏见 2015年3月6日 在我为儿子办满月的宴席上 我父亲的朋友杨大伯给我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 他说法轮功是佛家修炼的高德大法 不但屈病健身有奇效 还能教人向善提升道德 比如你们做生意的人 如果都能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 遇事都能站在客户的角度想一想 就一定会把生意做好 接着他又从历次血腥的政治运动 到迫害法轮功 以及现在中国的贪污腐败等社会乱象 给我讲了共产党的邪恶 他告诉我说 天灭中共这是天意 谁也挡不住 只有真心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 并牢记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的人 才能获得平安幸福 因为法轮功是佛法 佛法无边 听完大博的一番话后 我就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 没想到这却是上了一份不花钱的保险 让我幸运地逃离了天津大爆炸 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2015年8月12日 我和两位朋友商议 一起开车去天津市滨海新区某公司催讨债务 因为路不远 只有一百多公里 也就没有预先联系 直接驱车到了瑞海物流公司附近的某公司 不巧公司经理外出了 不知晚上几点才能回来 我们只好在附近找了个宾馆住了下来 想等第二天再去 吃过晚饭 我们几个人在滨海大街逛街 到了晚上九点多钟 我们正准备着回宾馆休息 这时我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家里打来的 是我那个不满一周岁的儿子 突然肚子疼 闹得很厉害 需要去医院看医生 而我女儿只有五岁 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家里人实在不放心 所以啊 要我马上回家 我一听 心想 钱放在这儿又不会丢 而且钱再好 也没有我儿子重要 于是和朋友说了后 就马上退房 一起开车往家赶 回到家后 谁知儿子的肚子就不疼了 当时就觉得很惋惜 空跑了一趟 到了第二天才知道 因为我们提前退房回家 躲过了一场生死大劫 原来啊 在我们离开宾馆 一个多小时后 附近的天津市 瑞海物流公司的 化学品仓库 就发生了大爆炸 而我们当时住宿的旅店 就在仓库旁边 目前已成为重灾区 而我们一行几人 却都因为我要回家看孩子 而逃过了这一劫 这真是明真相得福报 三退就能保平安 听到这儿 亲爱的少年朋友 你是不是也找到了 在危墙下自救的方法 君子不利于危墙之下 除了远离危墙这条途径之外 我们还可以拆除危墙 让危墙不复存在 因为构筑中共邪党危墙的基础 就是被中共邪党欺骗 加入其邪恶组织的 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 所以啊 明白法轮功真相 相信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并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 就是在拆除中共邪党这堵危墙 好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听歌曲 一直在等你 愿中国所有的少年朋友 都能不辜负法轮功学员 善的呼唤和等待 尽快地加入到 拆除中共邪党这堵危墙的 行列中来 等不了春夏到秋冬 等不了日落到月圆 等不了青丝染白霜 等了你整整三十年 一句句闪言 你不听 一阵阵阵想你不亢 一阵阵阵想你不亢 一阵阵想风一回变 一阵阵想你不亢 大街一面 你像何方 既然只在这一瞬间 独川几行 天南几光 一阵阵阵阵想你不亢 等待时刻 空会永远 前前一颗 Environment 就抓紧 我就会恨配到终点 作画慈悲更有美严 正些什么生死一年一年 少年朋友 今天的正见广播少年时空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